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姚山,欢迎收看 各位十四个礼拜过的婚姻新闻 现在专台湾罗修出现本土已经纠粮白了 都用这些东西马上已经建议提升到达立记 除了来做好相关的方案工作 预料的视频也是一种很好的选举 为出关注专业生断念广乎一级主观 来跟台台北医婚姻婚姻进行做预料 当时也好有第一次的方案 按照市警察团队来做预料 现在台湾罗修进总控渣渣新闻 都来共同做好方案工作 民众也能选择来做预料 为了好交第一次的方案人员 合作是小红警察团队共同来做预料 关注专业生断念广乎一级主观前来 最近疫情严峻 所以我呼吁在第一线的这些防疫人员 一定要尽速施打 尤其是在自己评估个人的健康状况 经过医师专业评估无语的时候 应该要尽速来施打 因为我们站在第一线 那我们会到处 可能是拜访或各方面的公益活动 那可能会引起更多的这些风险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为了避免这个交叉感染 甚至风险增加 所以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务必一定要尽速来施打 根据婚姻院卫生局的通质一直到掌位置 不仅管来有拍疫苗的民众 台阅有1600多位 以卫生局也将向中央来申请更多的疫苗扩大 从后礼拜开始 刚才六大便宜是由伦伯 偷口未了定高的微信所 也将提供出疫苗的服务 来出现发生肌肉酸痛丁镜头 但是没精病没严重的副作用 现在的疫苗其实是相对非常的安全 那目前根据这个机管局 还有我们自己医院的这个资料 大部分就是大概10%左右 会有发烧超过38度的情况 那很多人会有注射部局部的疼痛 或者是疲倦 有点像小感冒的感觉 大部分这些都是自线性的 所以大概一天内都会结束 我们很少有同仁需要请假 那我们观察30分钟 当然是怕急迫性的这个紧张 急着过敏的反应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没有发到 发现有任何这样的症状 现在疫情境界 已经心急为第二级 大广东来做好风雨工作 拍疫苗也是一项最好的选择 透过这次有关注就来生的好早 也希望好第一算的风雨人员 合作是警察小王丹为广东来加入 记者跟二昌报道